首先请你找到适当的大头正面罩 那我们只要将这个档案复制 就可以贴到RemoveImageBackground的网站上 完成许备 接着我们来按一下edit 进入到erase 那我们把脸部以下的部分呢 都把它清掉 在这边你可以做适度的放大 会比较好做细部的清洁 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进入卡通Animate之后你可以先找到你想要的演员 加入场景中 接着我们就进入到组合模式 然后透过上面这个制作变形型头部找到你的点声主打 第一件事情我们先针对这个影像的部分做一些裁切 只保留我们刚刚的头部就可以了 那如果头有歪一边在这边也可以做一点点的旋转 那如果你还需要做一些颜色的调整 这边也有提供的基本工具 接着我们要将这四个点对到眼尾还有嘴角 再来要把脸部轮廓的五官 把它对好 那五官的部分呢 我们在这边都可以像这样直接拖曳也可以点到节点 直接调整节点的位置 直接调整节点的位置 那么在调整过程里面 那么在调整过程里面 如果您觉得这些节点不够多 不方便做调整的话 也可以进入到所谓的进阶模式 就有更多的节点供我们做调整 调整完成之后呢 那你可以在这边先测试看看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 就表示脸部的轮廓位置差异太大 所以我们可以再做一些调整 这样效率会比较好一点 再来我们看看这一点 脸部表情 好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下一步 接着呢就是把脸部的轮廓把它调整好 中间这条线呢我们就尽量对到鼻子的正中心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预览一下移动你的滑鼠 它就会有一点点3D的效果 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头部 大小的位置稍微调整好 那这样就放进去了 那么你可以点到头部进行脸部的预览 稍微移动滑鼠看看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点到我们的身体上面的骨架 然后按一下按一下预览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 摆摆手哦 或是动动脚 拉上来这样都可以 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退出组合模式 制作动画的方式也很简单 我们使用的内部角色这边呢 其实它本来就有一些动作清单 所以呢您可以配合下面的时间轴 我们现在时间轴在最前面 这里有一个动作 那如果呢你想在一开始先让它 做一个讲话的动作按下去 这样就有了 如果你想个别制作动画 也可以使用这个2D动作关键语格 找到你要制作动画的骨架之后 把时间轴先移回第一个关键语格 那您再看一下在哪一个位置想要做动画 以这个地方来讲如果想再举高一点 那这时候呢就会自动产生关键语格之间的普简动画 如果动画已经制作完成 我们可以选按输出输出成视讯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变成MP4 那尺寸的部分呢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最后呢就是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在卡通Animate里面预设的影格数是2000个 所以如果你的动画长度没有到那么多 记得把这个地方设定成你动画的最末端的影格就可以了